近日 中国首届百名最美军嫂获得者吴小燕 走进武警黑龙江总队训练基地 为千余名新兵和新毕业的学员 做了一场以新戏丧子擒助官兵为主题的宣讲会 吴小燕是武警部队原军事检察院院长雷明君的妻子 中国首届百名最美军嫂获得者 北京市太平桥中学退休教师 学生时代的她梦想成为军人 到后来嫁给军人为妻 她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初衷就是想当一名军人 体检政审都合格了 名额有限 没当上 那是我高三的时候 后来我就到该娶该嫁的年龄 我就嫁给一位军人了 嫁给军人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 因为军嫂是很苦的 两地生活在家生儿育女孝敬老人 这些年的苦和累都终结为一句话 就是说因为我对军人的爱 我不觉得苦和累了 据介绍此次是吴小燕的第432场宣讲会 从2009年起到现在 她已坚持了十余年 形成30多万公里 她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 以一名君嫂的视角 一名母亲的身份 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例子 为官兵讲述了立身做人的道理 新兵有如新生儿 新生儿生下来就是一块肉 性格是后天塑造的 就这个环境 我就打算通过我的唠叨 让这些刚刚走进军营的孩子们 让他知道军人多么吃苦 军人多么伟大 让他知道我们既然从军报国 就要有一种担当 多年来 他始终关心部队的基层官兵 十余年间 他的足迹遍布八十余座军营 从北极墨河到南国海岛 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被部队里很多年轻的官兵 亲切地称为好嫂子 吴妈妈 我是军嫂 我是军人的亲 所以说我很骄傲 我又是军妈妈 我儿子也是军人 结婚以后生儿 父老 就没有时间年轻 也就是说没有认真的年轻 但我要认真的老去 我这认真的老去 就是说在我的有生之年 在我的余生歌颂军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就不再回答 看我去 christian 就说在我的传统里面 我脑子也没想到 是我的天 Jeg